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啊 下边的东西呢 就是比较的有一点点的小绕啊 有一点点复杂 这个叫什么呢 叫逻辑运算符啊 逻辑这个运算符的使用啊 好,这个逻辑运算符是个什么东西呢 逻辑运算符就是其实就包含这几个 逻辑这个运算符 运算符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只有这几个 逻辑于,就是按的 逻辑什么呀 逻辑或,就是哦 还有什么呀 逻辑,逻辑非 就这个not,就这几个 好,其实很简单啊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我写个2大于1 按的5大于3 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按的就是并且的意思是不是 2大于1并且5大于3 我们来看看运行这个结果 大家看是处是不是 是处啊 好,我还可以再怎么按的 再来一个按的啊 再来一个按的 怎么说呢 这个叫 10大于2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又写了一个啊 你看这是不是还是处啊 没有问题的啊 这一只写都是对的啊 运行一下这个结果依然是数 好,OK,这是一个啊 好,那这是一个 那这个完了之后 我再写一个啊 print一个来个 3这个大于2 按的5 小于4 按的6 大于1 好,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 嗯,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啊 运行一下啊 这个结果看了啊 大家都知道啊 是false是不是啊 他是用按的就是并且的意思吗 是不是啊 我说这个三大于1是对的 我又并起了一个5小于4 这个是不是就错了呀 错的话大家主要 他是不是就是 我用并且连接的是不是 只要并且并且 他是不是就应该有 只要有一个错的就是错的呀 所以呢 其实在我们这里边呢 大家能够分析出来啊 就是逻辑这个与运算的规则是什么样呢 规则是只要啊 有一个运算数是false 它的结果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啊 哎,false 只有什么呢 只有所有的这个运算数都是什么呢 都是数 结果才怎么办呢 结果才是数啊 好,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大家要知道 没有问题啊 好,这是逻辑与运算 那逻辑或是怎么样的呢 逻辑或运算的 其实这个大家基本上的这个 这个生活常识这边都能知道啊 逻辑或的这个规则 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呀 来,我们看看啊 我写一个啊 printer来个多少呢 2,3吧 3大于这个9 然后或者多少呢 或者4小于7 再来或者多少呢 10小于3 大家看啊 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个就是false啊 都知道啊 这个结果肯定是数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这里边用或者连接的 是不是啊 好,那这是一个啊 那如果再这样小来个 多少呢 3这个大于这个5 或者多少呢 4小于2 或者多少呢 或者这个8小于7 好,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 这个结果就是false 那这个就叫什么呢 这个就是成功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的答案 是不是啊 一个错 两个错 三个都错 是不是啊 你就算用all连接 它也是错的 是不是啊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呢 就是false 所以呢 逻辑或运算的规则是什么样啊 只要有一个运算数啊 运算数是什么呢 是这个处啊 结果就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处是不是啊 那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个所有的运算数都是什么呢 运算这个数啊 都是这个false 结果呢 才是什么呀 才是这个false 能看到明白我在写什么 是不是啊 好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果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最后还有一个叫not not是干啥的呢 你比方说我写一个5 大于 5大于2 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这个肯定是处是不是啊 是处 那如果我现在想趋反怎么办呢 就是not 这个5大于2啊 最好把它给扩起来 5大于2呢 是处 然后你加一个not 就是趋反啊 对的变成错的 错的变成对的 看到没有 就变成false了啊 所以这个啊 逻辑 这个非运算啊 就是趋反啊 这个处呢 怎么办呢 处的话呢 变成这个false 然后这个false怎么样呢 false的话呢 变成这个处 这就是逻辑 非运算 他们呢 基本的运行规则 比较简单吧 其实没有什么难的 是不是啊 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天天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啊 好 OK 好 这是逻辑运算的基本使用啊 这个是基本使用 好 把这个停一下啊